是走一步算一步 就是我寧可在 就是尋找愛情的路上 碰到渣男或者是失敗 我應該是一個不會想要辦婚禮的人 婚禮對我來講是有一點不切實際的東西 我覺得好像兩個人的生活比較重要 我那時候本來有想說要不要 因為拍這個角色再去看一次童話故事 因為它其實是一個概念 因為劇情裡面的設定 有一些是比較虛幻的 猜中才有獎領 準備好了嗎 金普通 我選到金普通了 是金普通 從夢境裡面 它可以獲得 戲裡面一個很重要的道具 就是愛情放大鏡 對 然後它只是到夢裡面去尋找 關於愛情的一個方向 然後把一些現實生活中的一些渴望 然後在夢境中實現 因為那個夢境再回到現實的時候 是真的可以讓它圓一些夢的 然後尋找到一些答案 我覺得這個角色 我當時一接到的時候 就有爆棚的自信 覺得可以演好 因為它其實有一些個性是 跟我自己很像的 它取自於一個童話故事 然後所以我想要把童話故事裡面 對於人物角色的那種善良可愛 就是放大 加上它是母胎單身 所以我覺得它對於善良這種想法 或者是對於愛情的那種懵懂可愛 其實是可以放大 然後灌注在這個角色上面 我已經這樣跟空氣演戲演了十幾年 從一開始演戲 就是演員一定會有非常多時候 是需要跟空氣對戲的 就是不管是機位的問題 技術面的問題 或者是就是戲裡面 尤其是在偶像劇裡面 常常女孩子的角色都會有這樣子的表演 就是需要自言自語自我反省這樣 所以我在戲裡面就是 確實有很多嘗試自問自答 對 但是我覺得我們每一個女生 一定都會在面對愛情的時候 有自問自答的時候 我只是把我們內心的那個自問自答 在麗絲這個角色就是把它講出來 其實最主要讓我想要接這部戲 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是 男主角是王可元 一開始是我先跟製作人聊 然後他問我說 聽完這個故事的大概之後 心裡有沒有設定 覺得哪一個男生是適合這個男主角的 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當下就是 有一個很直覺覺得好像是他 雖然我沒有跟他認識 然後也沒有合作過 可是偶爾會在一些戲劇作品上看到他的演出 然後我就覺得 他好像可以勝任這個角色 因為他在螢幕上 就是戲裡面的一個形象 有時候會讓人覺得是有一點神秘的人 就是好像 我覺得他戲外感覺也蠻神秘的 就不認識他的話 對 但是認識他之後 會發現他也有可愛陽光的一面這樣 只是他過去演的角色 會讓人有一種神秘感 然後我就覺得這個男主角 其實有一點這樣的特質 後來確定是可元的時候 就讓我多了大概百分之五十趴 想接這部戲的那個 的那種信心 就還蠻期待跟他一起演戲的感覺 我覺得可元有一個表演上的魅力就是 如果我耳朵很放大打開 聽他講話 雖然他有時候講得很像男主角偶像的台詞 他有幾次 明明劇本上我們沒有要那麼悲傷 可是他講一講我 我會突然眼眶紅 所以有一場戲我們在酒吧 然後我記得我們是很激烈的 為了一個事情吵架 然後那個事情其實也蠻無聊的 我只是想要讓他知道說 其實我內心對他的感覺 不是他以為的那樣 但是我們兩個在演出的那個當下 不知道為什麼突然就真的很走心 然後我看著他的眼睛 就突然很想哭 然後還有一場戲是我們殺青的時候 留在六福村 然後有一點像是從夢境中最後回到現實 找到答案 然後那場戲其實我們兩個沒有對話 我們只是看著對方的眼睛 但是我們兩個都很突然的哭了 好像那一刻我真的相信他是柴俊 他也相信我是麗絲 然後我覺得這也是這個 嗯就是可元這個演員 讓我覺得很欣賞的地方就是 他會用一種無聲的力量 可是投地感情給我 我比較是走一步算一步 就是有點照著感覺走的女生 對 就是我不太會想來想去 因為我會太想要知道答案 就我寧可在就是尋找愛情的路上 碰到渣男或者是失敗難過失戀都沒關係 但是你對自己的愛情會有幻想 沒有因為就是從以前到現在參加婚禮 然後朋友的婚禮就是我只有一次一次 更加確定我不想辦婚禮 參加過那種極簡的婚禮 然後沒有繁瑣的那個過程 然後也有參加過比較夢幻 很奢華婚禮都有參加過 然後我就覺得經歷完這一切 就想說 我應該是一個不會想要辦婚禮的人 因為我很害怕就是被萬眾矚目的感覺 我覺得好尷尬 然後因為我覺得婚禮對我來講 是有點不切實際的東西 我覺得好像兩個人的生活比較重要 因為我出道的時候就是小弟老師的戲是公共電視 所以我出道那幾年有拍了好幾部公共電視的人生劇展 或是長劇文學性的那種故事題材 然後後來再過幾年就是台灣偶像劇開始流行 我就開始參加偶像劇的試鏡 可是那時候我在試戲的時候就是曾經有一次 我的經紀人有幫我詢問就是為什麼沒有選中的原因 然後得到的答案是他說 他說我太公共電視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覺得可能還沒有被了解 然後可能在偶像劇的casting的眼光裡面就是 演公共電視的演員好像跟我演偶像劇的演員是不同的 所以我記得我終於就是演出人生第一部偶像劇是桃花小妹那時候 內心有一種好像替自己爭了一口氣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那都是外界的認為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自己累積了什麼在自己的表演路上 我覺得演員就是不應該去被歸類你是在什麼流派 因為我覺得表演的初心就是都是應該從新出發的 對 會想要主持 會想要主持 因為我那天看到你亂錄那個KID他們直播 我覺得你還很 有 所以我最近也有發內心發這個願 然後KID哥也有跟我說 他那天因為這個直播意外的覺得我好像是一個可以拉主KID的人 其實我自己沒有這個感覺我只是 因為當下都是我認識的朋友 然後我很放鬆 因為你過去有主持或者是 有 其實我剛出道的時候有跟榮佳在China V主持 流行in house這個節目 對 我記得那時候主持完這個節目 當時的帶我們的經紀人就問我跟榮佳 因為我們兩個當時是共同的一個經紀人 他就問我們說你們想要演戲還是主持 然後我發現我那時候 對表演對演戲是還就是很喜歡 然後覺得好玩 對 然後我以前比較不善言辭 就對於講話這件事情很緊張 所以以前就覺得自己是完全不可能做主持工作的人 這樣就說很難聽 oit務在幹嘛